来做一张上下铺的床 教你用纸来做一张迷你的上下铺床 这是一张正方形的纸 把它向中间折两次 打开一次对面向上对折 再上上折向下折 像这样打开 把两边再向中间折 可以多看两遍 把这个过程记住 看中间这个位置呢 就可以折出两个三角形了 把上面的往下折 扣入三角形里面 然后轻轻的展开 就是半张床的样子了 用相同的方法 我们做两个把它叠在一起 下面用边角料或者一些纸条呢 做一个围栏 因为这个是上铺 所以做好防护措施呢 睡觉才不会滚下去哦 我还用纸做了枕头和被子放进去 用一样的方法做个下铺 用纸条把上下铺连接起来 对了下铺是不用做围栏的 但是要做个小楼梯爬上去哦 迷你的上下铺床就制作完成了 这是梯子 可以通过梯子爬到上铺去 然后这个是下铺 你有睡过上下铺的床吗 你是睡上铺的还是睡下铺的呢